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,中国口音人士与机器录音冒充我外管名义,大规模诈骗全美乔包,纽约办事处一晚就接到300通回拨电话。 外交部今天对此表示,自5月开始,我驻美国外管密集出现名义遭冒用的诈骗案例,范围几乎涵盖全美。 外交部发言人李宣章说,我方已经通报美国警政单位,判美方积极调查此犯罪行为。 李宣章今天在外交部新闻说明会上表示,我驻美代表处及办事处,最近几个月陆续出现名义遭冒用诈骗案例,规模几乎全面涵盖美国国土, 包括华盛顿、纽约、波士顿、迈阿密、西雅图、洛杉矶、弹香山、亚特兰大、芝加哥、九金山等外馆都接或通报。 行骗手法包括将来电显示号码修改为办事处紧急联络电话的方式,以机器录音拨打侨胞或外籍人士电话, 要求通知民众取件、交费、要求汇款或告知民众遭通缉或限制出境,但一回拨就会拨打到我办事处,纽约办事处一晚就接到300通。 或是由操中国口音的人士,冒用代表处、办事处名义打给侨胞,要求提供个资,根据回报,如果反过来询问详情,对方口气甚至相当严厉,使侨胞受到惊吓。 李宪章说,目前也已经出现钱财遭骗的案例,我方盘整比对后,认为这是有组织性的大规模诈骗犯罪。 我方已经通报美国警政单位,希望美方积极介入调查,协助遏制这种犯罪行为,也就出幕后主持者。 李宪章也说,我代表处与办事处也透过网页公告,各侨团系统与媒体,提醒侨胞注意此趋势,以免受骗上当。